接下来是第52法庭单元 一个大路口 计程车跟宾市车相撞 鉴定报告认定 宾市女车主看到的闪红灯没有停车 一边开车还边讲手机 是肇事的主因 而计程车司机是次因 法官以计程车 开车因注意而未注意路口的状况 两驾驶各达50大阪 过世造折都判3个月 而今天后座的乘客 立体小房问讲 认为车祸撞击点 在计程车驾驶的左后方 问讲怎么会注意得到呢 计讽法官难道要长四颗眼睛 但法院说义事正判决 从那边过来 然后被撞以后 他偏离一个车道 然后失速然后再冲撞这个安全档 他的脚受伤了 所以他脚没有办法离开油门 所以被撞的同时踩到油门 失速然后所以去冲撞安全档 发生车祸在台中国光路和东京路口 计程车驾驶在主干道 看到闪黄灯减速通过 而且已过路中央 另一个支干道来了一辆冰式车 冰式车上女驾驶看到闪红灯没停 边讲手机边开 两车相撞 计程车司机当场被撞得晕过去 没了意识 脚就压在油门上 往安全道冲去 车头全毁 两车的撞击点 在计程车驾驶后座两杆最坚硬的部位 都变形了 冰式车则是右侧车头毁损 后座乘客的陈先生目击一切 我的手是被这个 然后挤断掉 纯粹性骨折造成这里面 全部架铁片 然后打钢厅 我现在的手已经完全失去功能 现在这样都会抖 那我这条刃带 是把它接到这里 还好陈先生的安全带系着 仍没弹出去 而借诊车驾驶则是从车内被拖出来 送到仁爱医院拒收 一度发出命违通知 转送其他医院 我已经婚姻了 婚姻后来已经5年了 然后你问我站住了 撞着我说你问我 说我没有 他是被人家拖出来 他是跪在地上的 因为他的脚已经断掉了 现在怎么办 捆碎性骨折 对 不可以手 不可以手 以前有这么说 终身行动不方便 但在两车撞击之后 计程车怎么失速冲向安全岛 判决初里没交代没调查 只说通过 闪黄登路口的计程车司机 没有减速 不相信这样只有时速 二三十公里 至于开冰市的女驾驶 十九岁没有大爱 反控是计程车高速行驶 才撞到他右车头 经过一年的审理 乘客看不下去 要跳出来力挺受伤的司机 可能沟通上面有点困难 所以法官在问他的时候 总是待过而已 没有让他很仔细地讲 然后 那所以 所以有的时候 还会大声地斥责 跟他讲说 你现在不要讲话 我现在走程序 对 你让我走完 你要讲再讲 但是实际上也没有让他讲 只要他时间 他都在听张小姐 跟他的辅佐人 他妈妈 鉴定报告写 冰市车为离让主干道先行 是赵氏主婴 计程车是次婴 但法官却判两车照则各一半 认为计程车 未注意车前状况 以及经过闪黄登路口 没有减速慢行有过失 而冰市女驾驶 固然有违反路权 但不能作为计程车 免责的理由 也没有证据指他是用 手持方式打行动电话 各判业务过失伤害 以及过失伤害 都三个月 他讲电话 法官说 你有带好机吗 他说有 他一定说有的嘛 就是他去一边 我所讲的 他都不相信嘛 法规规定就是 不能使用行动电话 他撞我驾驶座的后面 我怎么看得到 我一定看不到他的 他有再次重申的问张耀姐说 你有没有刹车 但是张耀姐说有 但是经过法官看验看光碟以后 再问他一次 你有没有刹车 没有 连法服律师庭讯完也有话说 这个法官的判断是 我想经验的 是很严重 因为就客观的 事故图来看的话 今天测试机 自己过得好远好远 对 红灯 你要先停 对 可是你红灯 你女方没有停啊 说什么 我们贸然前行 终于跟她发生碰撞 这个 这个终于发生碰撞 是因为是女方 终于跟我们碰 不是我们去跟她碰 问我一句 你有没有听音乐 我跟她说我没有听音乐 我骗她 我说我有听音乐 她又有疑问 对不对 说我分心 对不对 说说她问我那个问题 就是有那个了 我跟她讲 她说我不要胡思乱想 有意无意的偏见 那当然不知道 这个要再常开评的人看 才知道 那如果律师都提出这样质疑的话 或许这部分的话 可以去看看 法会有没有需要 被凭借还是绝症的地方 由于行车记录器中 发现宾室车前 有一名陌生男子 陈克诚先生怀疑 女驾驶是不是顶替着 但他说法官没查下去 如果司法是这样子 对赵死者 侵犯 让他根本有恃无恐 他只要罚钱就好了 炫富嘛 来到宾室车主家 只有他的父亲在家 他车子是他开的 还是另外那个男的开的 佛女开的 对方车子是报废掉的 报废 他原本就报废了17年的 报废嘛 然后他自己交也关掉 我宾室车由那个保险公司 出来当调整的 该我负责任我来负责 可是也要因为合理啊 对不对 针对疑点台中地院表示 开验行车记录器可以得知 宾室车是从过闪红灯停止线 到路口撞车有7秒时间 计程车在进入闪黄灯区 应该能注意并有所反应 由于计程车是职业车辆 因此判业务过失伤害3个月 而宾室车是车祸主因 对计程车没有任何偏见 至于宾室车女驾驶 并没有顶替 车上是有另一名男子共乘 台中地检署也表示 计程车和宾室车驾驶 都被起诉有罪 没有偏颇一方 而顶替部分是当事人的 单纯怀疑并无实据 身体原本还蛮硬朗的 计程车阿贝 因为一场车祸得终身行动不便 中低收入户跟别人分租住三楼 尝试一餐吃两个馒头果腹 胸腔疼痛要吃止痛药 因为没钱打官司 一审被派业务过失伤害后 没有再上诉 而陈克诚先生说 继承车司机是受害人 却变成有罪 接下来的民事官司如果胜诉 获得的赔偿都愿意给阿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